高东梅,23岁,沃北人,长沙民众学院,现在毕业技术服务与管理专业,大专。 大家好,我叫高东梅,我毕业于长沙民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毕业技术服务与管理专业。 今天想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寻找一份与殡葬产业相关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板,各位老师能够多多指教我的求职宣言是,给梅花一个机会,晚点一个奇迹,谢谢大家。 高东老师好。 高东老师好,今天要来找的是和殡葬有关的职业。 对。 看过《非你莫属》对吧? 看过,很喜欢看。 你是觉得哪家企业可以... 实际向殡葬行业进军呢? 我是这样认为,表面上咱们就在场的这些单位都没有殡仪馆,也没有灵远。 但是其实呢,咱们... 是可以开的。 不是可以开,就是每一家公司它都可以涉及到这个殡葬产业中来, 而且咱们中国的这个殡葬产业也需要大家多多地关注,共同地参与进来。 东美,你说的这后半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 其实殡葬是一个很庄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社会价值的这么一个行业。 但是咱们要找公司,咱们先聊你吧,一会儿再和企业的各个老板来交流,好吧? 你是当时报这个专业的时候,是你父母让你报的,还是因为当年的考分的原因, 还是自己真的就对这个专业就特别有兴趣? 是我自己想来这个专业的,因为小的时候吧,比较喜欢看这个鬼故事,还有这个鬼飘。 然后当时感觉这也挺刺激的,你看见这个殡葬的话,大家可能也感觉挺恐怖的。 这恐怖可能我也比较喜欢恐怖这种感觉。 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完全就已经融入这个殡葬中来了。 你们专业多少,不,不,不,就融入这个行业中来了。 好吧,那你们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会接触过死人吗? 当然要接触,就是跟死人打交道,就是从事这样工作的。 你没问题? 我OK啊。 我之前是在一家灵远了,我觉得这家灵远也是特别好,特别有发展的。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就是。 什么原因? 家庭原因吧。 家里面不想让你在那工作。 是,之外呢,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就是在灵远的时候也比较喜欢,就是上午的话就是卖墓地去,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清明节那会儿嘛,就是做一些,就是活动策划呀,宣传这些,搞一些这个网站这些东西。 那我就是,就是殡葬活动怎么策划呀? 我举一个例子,我举。 别举别人,就假如我死了,别举别人,别举别人不好,比方说我死了。 因为您是一个知名的主持人,是吧? 不是,你说。 到时候,如果您真的就是百年了以后嘛,那个时候。 英年早,是。 现在,比如说您去世了以后,然后就是这个,到殡仪馆了以后,就可以组织我们这些粉丝过去瞻仰您,给您献花,然后还可以做生前的回忆录。 然后,就放一个短片嘛。 对对对。 还有什么? 然后就是大家也可以,那个想说的一些话,写成卡片,放在您床前。 也可以烧给您。 一般是放在床前的多,还是烧了的多。 放在床前之后再烧了。 都没有了,我问了,我差个问题啊。 比如说,像我,还有某些boss,我们都是常年被张绍刚打压嘛。 这时候我们就想借着这个呢,抒发一点怨气。 怎么策划一下。 你知道,如果有活着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就叫不积阴德。 你有怨气,我活着的时候,你不敢跟我发。 你等我死了,这人太没准了。 或是你有什么,在葬礼当中有一个,这类似的环节,追丝嘛。 追丝,有没有追丝的特别好的? 注意考你的策划能力。 追丝的特别好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生前,就是大家都跟张绍刚老师生前有过合影,有过留念是吧。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张绍刚老师从零岁,一直到去世那一天,然后画一个一岁,两岁,三岁,一直到某岁。 然后呢,我们拍的那个照片,我们可以选择一下,看一下,咱们是在哪个时段跟张绍刚老师,就是有过接触的,我们可以贴在上面。 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张绍刚的,哪年结交了朋友呀,哪年结交了他的敌人呀,哪年在网上被表扬了呀,哪年在网上被批评了呀,然后就是可以一目了然了。 那最后是把这朋友跟敌人一块烧了是吧? 都要烧给,你就看张绍,就是烧给张绍刚老师,但是张绍刚老师不一定会接受,那就是她。 你说完之后我还会给吐出来。 这个女孩来到今天,芬妮莫什么,可能会改变很多人对殡葬行业的从业人员的一个认识。 她从事个行业,但是跟她的个性还是如此的阳光,如此的乐观,如此的开朗,真的挺难得。 东梅你今天要找的,一定要是和殡葬行业相关的工作吗? 每一家企业它都可以与殡葬产业相关,到时候我也会说出来。 比如,别到手,咱们就现在,比如说五八同城,它怎么和殡葬业相关? 因为五八同城现在推出一个叫网林通,是吧? 我也知道这个姚总说以后,大家可以让商家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站上面推出一些像团购员或者是购买东西的。 那就可以推出像这个预定鲜花的,还有其他一些业务的,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购买。 那就可以作为销售人员到这个殡葬业馆和灵园去推销这个业务,然后也完善这个业务。 之后呢,因为我有很多同学都在殡葬业馆和灵园工作,可以说我的校友是遍布全天下的殡葬产业。 你觉得四五八酒店作为一个酒店行业,有往这进军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真的有,现在已经有了。 我原先就是工作的那家陵园,它在这个陵园里面,它就有自己的这个酒店。 因为过来寄扫墓地的,或者是。 陵园里面有酒店? 对。 而且以后要达到三四厅。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去寄扫公墓,或者是跟这个,好比他们去世的这些亲人,有这样一些活动的话,其实全国到处全都是。 这个对于酒店来讲,是一批很大的一个潜在的客户。 特别像我们在清明的时候的话,酒店经常全住满。 所以你刚刚讲说,这个工作跟它要有关系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各行各业确实都有关系。 给你一个建议啊,东美。 其实你找工作,完全可以抛开这个病障来找。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不鼓励因人思考的,是吧? 你到58的话,你肯定也不是说我把你放在病障这个行业,或者说你只做这个客户。 只不过就是说你更多的了解这个行业,你做的话有些优势。 所以你待会你更多的体现你这个综合的优势,在很多方面。 对,姚总说。 对吧,也不要再太病障了,太严肃了。 好好好。 我不同意姚总这个观点,我跟姚总有一个思维上的冲突。 我觉得我们人类有两种思维模型。 一种是生活类思维模型的,就是要有一爱三世,有正常的逻辑结构。 一种是生命类思维模型的。 他追求的更多的是神秘感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刚才这些联想是介于生命思维的东西。 所以他跟这个职业有关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今天肯定在这里面是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我希望他展示出来。 我知道这个社会像这样的人才是紧缺的。 菲林默署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向社会推荐更多的冷门人才。 适合那个专业的人才。 我会祝福你。 所以我不给你添乱了。 因为刚才东梅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出来对病战这个是一种热爱。 是的。 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得的。 对吧,它是那种发生内心的。 但是我们如果回归到职场来说的话, 其实姚总刚才说的那个是对的。 就是你不必要去牵强说每个企业能跟这个领域, 跟你喜欢这个领域发生这个关系。 我们说职业甜点是有三个组成的一个个人兴趣爱好, 就刚才说的那个。 然后这个市场需求,还有你的能力。 其实你的能力跟你的个人爱好需求都有, 只不过可能是因为你家里人的一些问题所导致的。 好,这样,谢谢你们三位的提示。 我们这么说,先不回答刚才说, 是不是一定要找和殡葬行业有关的工作。 好。 先不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呢,先别排斥,好不好? 你们认为东梅是趋势流,第一项选择。 好,你见得离开。 加油,离开。 谢谢。 现在有十位留下来。 来,天生我有财。 先听一下杜老师的建议。 好,我其实特别想给这个建议。 我觉得无论从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社会, 只有能安顿好死, 其实才能照顾好生。 其实回想一下, 我们每个人可能面对死的这个机会, 比这个生的要多得多,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事情。 是。 所以这是一定是个比我们想象更大的产业。 你这么浪漫, 又有想象力, 有热情, 而且有这个专业背景。 我给你的建议反而是, 就在跟这个直接相关的某一个机构, 你应该积淀下来。 因为像你这样, 在这个领域人不少, 但是有这种热情的人不一定那么多。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比别人其实有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特质, 一个优点。 优势。 所以你应该找到一个地方, 不要轻易的像你的经历这样, 跳来跳去的。 在一个里面做到底, 你一定是这个行业能做出来的人。 好, 谢谢杜老师。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在推荐你一个很好的路径。 在这展示完了, 跟十二位说, 谢谢你们再见。 既然是喜欢这个专业, 咱就这条专业, 往高精尖上走吧。 我讲问题。 你说。 你是做销售是吧? 目的的销售, 最后一份工作是吧? 之前是做销售的。 你有多少个跟你一样的销售? 有十位左右这样。 现在现场模拟一下, 展现一下销售手段。 展现一下销售能力。 我是一个活着的人, 要为家里面的人买墓地。 您好。 您好。 请问咱们是到这个公寓。 想买块墓地。 好。 咱是第一次过来吗? 第一次。 那咱们给您先讲一下, 咱们这儿的平面示意图。 咱们今天是冒昧地问一下, 想给哪位亲人购买呢? 为家里的老人买。 您看咱们这边墓地有各种各样价位的, 咱们是想买一个大概什么价位的。 你这儿都有什么价位的? 大概。 我们这边是从一万多到十几万的都有。 一万多是什么? 一万多的就是, 占地面积会小一些。 它的价格就是非常的。 那十万多的是什么? 十万多的话, 它就是占地面积大一些。 跟买房不一样。 那其实问题, 那其实为什么要? 姑娘, 我觉得一万多就行了。 为什么要买占地面积那么大的呢? 咱们可以到实地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杯形, 这个样式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还有这个。 那我可以买一万多的, 然后我把那个杯做好看一些, 我再加点钱可以吗? 咱们购买的这个一万多的呢, 它是成品墓缺, 已经包含了这个杯是大家都一样的, 不能换了。 像您说, 咱要是想自己挑选一个就是杯形, 也可以, 咱就可以做一个艺术墓, 咱就可以买一块地, 咱们有专门的艺术区也可以选。 艺术区是什么样的? 艺术区是地价固定的, 杯形自己选的。 地价固定, 那地儿大点吗? 可以选大一点。 十万的地儿有多大? 十万的话, 其实也有一平方米就十万的。 一平方米就十万? 占地面积一平方米。 怎么那么贵? 但是咱们这儿的服务肯定可以给您保证, 就以后您过来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到时候我给您一张名片, 咱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我。 反正是, 它没有什么销售, 它就是服务态度非常好, 但是销售经验很欠缺。 连我, 我没卖过墓地。 但是如果我介绍的话, 我会讲, 首先, 因为你的墓地我还真去过, 它有一个龙脉的设计, 对吧? 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风水, 比如说它分几个梯度, 高低, 这都会造成价格不一样。 你怎么没去卖墓地呢? 不是, 因为有销售经验的人, 他会推理。 其实我刚才想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人买一万的, 为什么人买十万的? 生前嘚瑟的人, 死后他也要嘚瑟, 那死后嘚瑟的人, 他就一定要买那十万的。 不是小二姐, 那不是活着的人, 自己给自己买。 他, 你看他是去墓地了, 这就是特嘚瑟。 不确的, 这是给死去的人的一种孝心, 就是说你有经济能力, 因为生前对人好点更重要。 是, 为了小燕姐说的这句话, 我觉得特别重要。 杜梅,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从事的是, 多少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是的。 经常要面对死亡, 有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些生理死别, 那我很想你学了这个专业, 并且从事了这个行业, 你到底最大的收获到底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 对。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让我变得更加乐观, 更加珍惜生活, 更加享受生活了。 我见过这种生理死别, 真的是挺多的, 生命真的是, 非常的意识的, 我们要珍惜生命, 要珍惜身边的人, 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那么东梅, 那你对你自己以后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规划? 你的目标是什么? 五年十年以后, 说今天找工作。 对。 五年以后, 咱们目标在殡葬行业。 我想建立一个这样的网站, 这个网站呢, 就是说鼓励大家, 就是走绿色殡葬这条路。 中国殡葬文化也是特别的, 就是深远的, 是从旧式期时代就开始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殡葬, 不如国外了呢?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像在刚刚结, 在美国结束的一个殡葬交流会, 他们就是有各种各, 就是好多国家都过来参展, 他们对这个殡葬是特别重视的。 东北, 东北, 你走吧。 还有一种概念。 你别在这找工作了, 真的。 就你一说到殡葬, 你真的挺投入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一, 你现在在殡葬行业里面积攒了很多的想法和理念, 但是脑子很乱。 是的。 其实你需要有时间, 把这个行业的这些东西梳理清楚。 你在这儿是找不到适合你的工作。 其实东北, 我建议你到杜子健老师那儿, 学学营销, 到咖啡之地学学服务, 把它带回殡葬行业。 我觉得这是你今天可以算是一个目的。 好,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你们分析东北的兴趣, 爱好, 理想, 未来五年, 十年之后, 做出你们的判断, 去或者留, 选择。 许择啊, 有时候离开就是对求职者最大的支持。 但是许择留了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近波看来讲说什么? 其实我还是觉得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特别好。 对,特别好。 但是短期了, 五八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的计划。 所以说, 我支持你的这个梦想。 如果需要我们提供一些支持的话, 你可以找我。 东北, 你现在没工作的吧? 你呀, 再实习一趟。 你不是老说网站网站网站, 你没有这方面经验吗? 对。 你不知道网站怎么运行的吧? 金波, 能不能让他去那边? 欢迎他到我们那时期一段时间。 好不好? 待两个月, 经历经历, 为你以后真的做这样的网站, 谁都需要, 好的殡葬服务是全中国的老百姓都需要的服务。 所以为这样的一个网站, 先去那儿学习, 好不好? 与工作无关。 那我也说两句。 刚刚因为东北提到, 他们殡葬未来很需要提升服务, 所以如果你想到咖啡机来学习任何的服务培训课程, 我们都免费。 嘿, 你们几个人把徐昭直接晒在那儿了, 我说这太有意思了。 为什么要把徐昭晒在那儿? 就是他就应该走, 他都不应该留下来。 我希望东北今天是应聘不成功, 因为这个社会很多企业需要他, 今天这个制度下需要他。 我先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留下来。 就是, 我想的就是说, 像年轻人他如果想有一个选择的话, 这个选择的机会我们应该给他。 我非常同意杜老师刚刚讲, 就是说, 对于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像他这样对这个殡葬行业很热衷, 并且保持一种热情的心态, 很难得。 但是他也有权利说, 我想到另外一个行业去。 好,职位。 店长助理的培训生。 因为作为一个店长的话, 他需要很好的销售, 就像你刚刚说的, 需要非常好的对待客户, 有那种亲切, 那种服务的那种意识, 你身上完全具备这些东西。 管理培训生的话, 也都是三千。 好的, 今天来找工作, 无论成还是不成,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走得越来越远。 思考一下东北, 告诉我们, 来自苏巴酒店的职位, 你是接受还是谢谢, 再见。 我选择大五八同城实习。 谢谢, 再见。 学习的目的很简单。 对。 不是实习, 是学习。 是。 希望五年以后, 能看到今天你说的这个网站。 好的。 加油冬美。 谢谢您。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